打着张艺谋大岛的旗号 再加上陈道明 陈坤两大实力男星强强联手 这样的阵容怎么能不吸引众记者们前来采访报道 只是到了现场记者们才发现 大岛知名演员无一到场 摆放他们名字的桌牌 也被组织者默默调换 有请本剧的所有的演员一起上场吧 来我们一起合一个影 很一样 遗憾今天陈道明老师以及陈坤老师 他们都没有到达会议的现场 还有传说中的张艺谋老师 并且看见陈道明先生的桌牌 不知道他今天怎么回来 有机会下次再来 他们都忙 简单一句荡西冲突 恐怕很难统一解释所有明星均未现身的原因 记者们的进一步追问下发现新闻稿中 对于张艺谋导演担任艺术总监 陈道明陈坤领衔主演的描述更存有疑点 我们只是对于我来说 只是过来参与张岛也没有确认 来出席这个国民 也没有确认出席这个电视局的一些具体的合作 所以您今天来只是代表您自己个人的身份 跟张老毫无关系对吗 对对对 我们跟这个陈道明的经纪人 跟陈坤的经纪人 已经落实到就是具体的价格的问题了 目前陈道明老师跟陈坤老师 已经同意出演其中两个最重要的角色 但是具体的合同我们正在避养中 三大主创统一缺席 到场媒体全被忽悠 而当天唯一到场的主创 以该剧导演身份现身的黄建忠 对于演员阵容也是心里没底 主创我仅仅知道陈道明 我本来想今天如果有机会 跟陈道明见面